Hello,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八点 现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扬州江都区现在已经从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了 然后扬州今天也有很多从中风险、高风险降级的也有很多地方 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之前江都丁沟已经转为低风险了 那现在江都区就全部转为低风险地区了 好,那就正式宣告我们的出入证没用了 早上我们进超市的时候还一定要有出入证的 超市你现在物资供应都比较充足了 大米什么东西都有,大米非常的多 好,成袋的,价格也便宜 像这种袋包装的59一袋 鸡蛋17块钱18个 这种盒装袋也是质量比较好的 它经过灭菌的 当然今天是中年节嘛 然后买菜的人特别多 所以我不打算在这边买菜了 因为家里还有一点素菜 花菜的价格比昨天前天要降了一块多钱 然后这边的这个小甜菜好像有点高半不起 10块钱一盒 寿司14还可以啊 要卖肉的这边买一点猪肉 买一点鸡翅 今天人这么多这个烤鸡的窗户居然有鸡翅 看不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 现在去买牛奶 今天的牛奶窗户还是特别多的啊 牛奶都有了 大家如果平时没买到的可以来买了啊 这个牛奶是19块9 然后旁边那个22块钱 酸奶价格蛮便宜的 酸奶的价格现在降下来了 我拿了一盒草莓 一盒黄桃啊 两盒酸奶 再来结账 回家